牧子 刘伯温临死之前为什么要送给朱安璋一筐鱼呀 今天呀 牧子呢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刘伯温到底有多厉害 他临终前送给朱安璋一筐鱼 竟然让朱安璋整整困惑了17年 刘伯温是明朝的开国功臣 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可以和诸葛亮并驾齐驱的能人一世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精通兵法 刘伯温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那为什么要在死前送给朱安璋一筐鱼呢 17年后 朱安璋他到底又明白了什么 民间有一句俗语叫做 三分天下诸葛亮 一统江山刘伯温 在朱安璋建立了明朝的时候 刘伯温可谓是功不可没 而朱安璋也从了一个放牛娃成了一代帝王 但是历史上呢 有一句话叫做谢莫杀驴 当了皇帝的朱安璋 慢慢对那些曾经一起对抗张世成 还有陈友亮推翻元朝的兄弟们产生了隔阂 但是刘伯温呀特别的聪明 他懂得飞鸟进梁工藏 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 所以在洪武四年他就告老还乡了 六十余四的刘伯温呢 在浙江老家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然而三年后却意外的得了一场大病 本来呀没什么大碍 就在这个时候呢 左丞相胡温雍啊就带着御医前来探望 还说是奉了朱元璋的命令 御医给刘伯温开了药方 并叮嘱让他一定按时吃药 刘伯温可太清楚了 胡温雍啊在朝堂之上和自己呢 一直是对立关系 心胸狭窄 他怎么会这么好心的前来送药呢 那么这个药到底是皇上送的 还是你胡温雍自作主张呀 但是想到朱元璋的性格 无奈之下 刘伯温只能按时把药全部吃完 那么这个药吃了之后 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呢越来越严重了 但是呀又不敢不吃 毕竟他也怕自己身边 被专章安排了几位 随时在监视自己 在红武八年 刘伯温就拖着病体来到了京城 向皇帝委婉的说 呼涌啊带御医 给我看病的事情 而且自己把药吃了之后 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听了他的话 专章却装傻冲愣 一个劲的叮嘱刘伯温 你呀要保重身体 他的态度让刘伯温 彻底明白了朱元璋的意图 于是呢就赶忙回到家中 给自己办理了后事 并嘱咐儿子 在自己死后呀 你去京城 拿一筐鱼送给朱元璋 刘伯温去世以后呢 他的儿子按照刘伯温的吩咐 将鱼送到了南京 朱元璋的手上 当看到那筐鱼的时候 这个朱元璋呀 那是百思不得其解 满脸的问号 直到17年以后 朱元璋才明白 原来刘伯温 这筐鱼呀 可真不简单啊 这一年发生的事 让朱元璋是万年聚会 他最喜欢的儿子 太子朱标去世了享年38岁 朱标死后 朱元璋不知道该把天下交到谁的手里 也许是对朱标的爱屋及乌 所以在多方的权衡之下 确立了朱标的儿子朱元文为太子 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 而且为了能够让朱元璋掌握大权 没有后顾之忧 朱元璋大开杀戒 将那些手握大权 桀骜不驯的开国功臣几乎都杀了 这些功臣呀处理完了以后 朱元璋还是不放心 把他的儿子全部封了藩王 美其名曰自己的想法是为了 大明王朝基业万年稳固 是为了强之干而顾根本 其实呀 就是为了把他的儿子们全部逐出京城 并且要求他们 在没有诏书的情况之下不得回京 朱文不忍心爷爷大开杀戒 就劝朱元璋 朱元璋呀没有说话 随手呢 拿起了一根长满刺的藤条 直接用手把上面的刺全部抹去 举起一双手血淋淋的告诫朱元璋 爷爷是在替你拔刺呀 替你把那些不顺座的人全部除去 而朱元璋虽然明白朱元璋的良苦用心 但是同时也反问了一句 爷爷您分封朱王守卫边疆 又杀尽对我有威胁的武将 以后确实不会有武将谋反 但是朱王要谋反我该怎么办呢 哪来的武将帮我平定叛乱呢 这句话听得朱元璋冒了一身冷汗 他只考虑到武将谋反 却没想到儿子谋反 当时朱元璋就如梦初醒 才想起十七年前 刘伯文送给他的纳筐 把开国功臣一亿亡大尽 只在乎朱元璋能否顺利继位 然而却忽视了朝政更长远的利益 如同渔夫一般 一次性将于全部打完了 日后呀只有挨饿的份了 恍然大悟的朱元璋追悔莫及 他能想到倘若日后有人谋反 朱元璋身边必然没有可用之才 只能够坐以待毙了 果然在朱元璋去世以后 朱元璋登基燕王朱棣 以清军策的名义发起了静难之意 但是此时的南京已经没有大将可用 无人能够阻挡了他的步伐 就这样燕王朱棣夺取了侄子的天下 自己登上了地位 刘伯文用了一筐鱼 能够指出朱元璋的致命错误 并且在十七年后应验了他的推断 那么问题来了 你认为刘伯文和诸葛亮 他们两个人谁更厉害 欢迎把留言写在评论区 秦桂在岳飞向前跪了八百之家了 也遭世人唾骂了八百多年 然而既然还有人说秦桂他是个好人 因为在南宋最危机的时候 总要有一个人讲和 他就是牺牲者 那么秦桂呢 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说秦桂用了被世人唾骂的一世罪名 换去了当时短暂的和平 避免平民百姓遭受生命土炭之灾 还说秦桂这种秦桂跟岳飞抗一事 形式不同 说这些话的人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下面大家跟随牧子呢 走进边去教育 为大家讲一讲岳飞的故事吧 秦桂里呢 秦桂是一种秦桂妙 一一二七年 京军依获了北宋的宗主台宋 皇帝 皇子 嫔妃 大臣好几千人都没遇过 那么这个时候呀 宋归宗的帝宗子赵构 没有在皇宗之中免于疑难 既然这个时候一看 还有一位皇子 于是呢 就派出秦桂 当时代表的人叫做金武竹 那么赵构呢 也就是后来的复高宗 高宗一路逃 金人呀 一路追 金兵不善于水上作战 于是呢 就退冲了 此时金军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敌人 岳飞 岳飞呀 是河南汤银人 河南汤银这个地方 可是出了很多的名人 比如谁呢 文圣 中文王 还有伊圣 远鹊 都是生于河南 汤银 岳飞也是如此 岳飞小的时候 就从父亲 读书写字 熟读孙子 并把 那么少年时期就是力大不比 自幼心地善良 同母亲失踪 救救三民 后来母亲给他找到了 武艺非常精湛的一位枪手 陈广 开始办事学义 靖康之时 北宋灭国后 后来岳飞的母亲呢 让岳飞去投资 而且还在岳飞的背上 刺下了四个大字 并不住 然而宋高宗一路难逃 奸臣秦桧呢 却提出了 南人归南 北人归北 应该要南北分支 岳飞岳直上书 希望可以北伐 却因迎还二胜 触动了逆临 你想想看 宋高宗怎么可能 同意自己到了皇帝之后 还要把以前的两位皇帝 迎回来呢 所以他就罢免了岳飞的官职 这个时候的岳飞依然不甘心 他再次投军 后来得到了宗泽将军的赏识 可是正准备北伐的时候 宗泽将军去世了 后来岳飞他很快 组织起了一支军进严命的岳家军 四处镇压流寇 在1134年的时候 金军带着十万大军 再次难犯 宋高宗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够下令北伐 那么这个时候 岳飞终于等到了机会 奉命北伐 并且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收复了大片的国土 140年的时候 岳飞进行了第四次北伐 这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仗 也是整个岳家军名垂青蛇的一战 后来岳飞带领了岳家军 一路北上 金军一路败退 然而他却失去了两名护员 孤军深处 丁目竹得知岳飞在河南宴城之后 带领精兵强将 进行两次大的决战 此时每一位岳家军都是热血沸腾的 并且岳飞的儿子 岳云出散了最前锋 身上是伤痕累累 而且每一位岳家军没有后退一步 后来金军大败 在金军逃到了朱山镇的时候 已经是逼入了决定 这个时候打败这人是如同囊中土雾一样 但是昏庸的朝廷高宗赵构 出于私心与奸臣提会 进行了合谋 一天十二道金牌 命令岳飞办事回朝 岳飞纵使有一万个不同意 但是朝廷之命也不可悲啊 他没有办法 只能够看十年之功 毁于一代 他孤身一人独占高楼 遥望顾国山河 就慷慨激昂的写下了这首满江 鹿发冲灌 行蓝处 潇潇雨夕 还望眼 仰天长啸 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 陈于土 八千里路 女和月 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 空悲怯 静康齿 游未雪 陈子恨 何时灭 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区 壮志鸡餐 葫芦肉 孝坛可饮 凶龙雪 待从头 收拾旧山河 朝天瘸 就此满江红 横空出世 后来呢 岳飞回到了朝廷之中 被冠以谋法之罪 下了狱 在狱中 岳飞依然是 无罪可认 后来被 时以急刑 当身上衣服被打烂的时候 露出四个大字 尽忠报国 你说这个案子 还怎么审呢 当时名将 韩世忠呢 就找到了秦桂 去理论 说岳飞到底是 何罪之有 这个时候 秦桂却说 莫须有 就是也须有的意思 142年 被秦桂陷害之下 岳飞和他的孩子 岳云 被斩首 后来寒恨而去 再过了几十年 宋孝宗继位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岳飞平凡 在今天 我们不得不学习 岳飞这种爱国的精神 热爱民族的精神 然而 现在的人 竟然好有人说 秦桂 他是被冤枉的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所以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 都应该有一份信仰 岳飞爱国的历史 是不可磨灭的 他孝敬父母 热爱祖国 热爱百姓 一身正气 清正廉洁 这才是我们该值得敬佩的人 该记住的人 大家好 今天穆子呢 在这里带领你们去参观 顺治皇帝的皇后领 咱们一镜到底 看看其中都有什么赞助物 跟我走吧 咱们所在的位置呀 是青东陵 青东陵在河北增化 一共葬有五位皇帝 那么这个地方呀 是孝陵 看见了吧 在孝陵的东侧呢 是孝东陵 咱们从这个神路 一直往里走 能抵达顺治皇帝的皇后领 咱们现在呀 看到这个叫下马碑 下马碑是顺治皇帝的 附属建筑 是干什么用的呢 在清朝时期 顺治皇帝呀 驾崩以后 那么后世康熙皇帝呢 他们来东陵夜陵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闻关下轿 五关下马 咱们继续 往里走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个地方呀 是一个守龙村庄 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362年了 他们是在1661年的时候 就开始有了 现在是2022年 362年 满足守龄人 世世代代住在这个村庄里面 咱们看一下脚下走的路 现在这个路呀 它并不是咱们走的马路 是在清朝时期呀 皇帝皇后领都有的一条路 而且路呢 分为三条 中间再过去呀 是走皇帝皇后光果的 那么这座皇陵呢 是走皇后皇妃光果的 因为这座皇陵里面 没有葬皇帝 这个坐北朝南讲 这边呀 走君 这边走沉 左君 右沉 中间走神 如果在清朝时期 咱们误闯的话呀 轻者流放 重者杀头 是不能随便踩上来的 还有在神路的两侧 看到了有几棵 有松 其实在清朝时期呀 这个松树是很多的 在神路两侧呢 成牌成行的 当时成为一树 像一仗队一样 站在两侧 可是在1925年 当时已经好多树呀 被砍伐了 现在只剩下几棵了 在过去呀 这个百姓住的房子呢 他们的门的开门的方向 是非常特殊的 因为他们守护的灵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好多守流人的房子呀 有的是冲西开 有的是中北开 那么到底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守护的 皇陵孝陵 在那个方向 所以说 他们的房子呀 是冲西开门了 也就是所谓的 日寿千人拜 夜观万盏灯之说 在这个村庄里面 他们世世代代守护在这里 现在守灵村庄 有将近一千人 而且这个村庄呢 也是咱们整个 东陵最古老的村庄了 它是第一个 在东陵开始守灵的 过去呀 称为大圈啊 西沟大圈 他们全部住在神路两侧 但是呢 是不能踩上神路的 看看守灵的房子 离皇陵到底有多近 近在之耻 来再看一下这边 是不是 它的身后呢 就是孝东陵了 咱们往里走 咱们走到了神路的 这个尽头看一下啊 在我眼前的 这个是个桥 这个桥呀 一座桥三个孔 在每座皇陵都会有桥 但是桥身不一样 桥孔不一样 这座桥呢 是有三个孔 因为它是皇后陵 皇帝陵啊 是三座桥 一共是九个孔 走过桥之后呢 就抵达了孝东陵 而且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方向 这个桥 这是咱们整个东陵 它不是桥身最长 却是呢 桥孔最多的一座桥 有九孔桥 大家可以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孔桥 咱们继续往里走 现在大家看一下 坐被朝南的左手边 这个呀 叫神厨库 当时是为呢 死去的人 杀牛宰羊 煮肉的地方 这个里边呢 做牛 猪 羊 这三种牲畜 杀了之后 把他们的肉呀 拿到里边 给皇后 进行夜灵 这边这个房子呢 它是一个波波房 满族人呀 管我们吃的点心呢 是不能叫点心的 称为波波 左手边再看一下 这个叫茶扇房 满族呀 非常喜欢喝奶茶 因此呢 这个地方呢 叫茶扇房 为死者 钻奶茶的地方 在我这个正前方呀 它就是罗门了 罗门呢 有三个门 咱们来看一下啊 这三个门 在清朝时期 不能随便乱走 咱们东陵的桥 路 还有门 都是怎么走的呢 看一下 正前方呀 是中间的门 中间门过去 只允许台皇帝的 还有皇后的光果 或者神牌 是死人走的 这个门呀 是军门 皇帝生前 来夜灵之时走的 这个为臣门 大臣进去夜灵 所走的门 咱们现在到后边 看一下 皇陵的坟头 到底在哪里 看看这边 这个呀 是皇陵里面的一个龙恩殿 龙恩殿呢 当时是供奉皇后 皇妃牌位的地方 用来祭祖的地方 大家再把目光 投向正前方 这个呀 就是顺治皇帝的皇后领了 那么在这里边呢 一共安葬了 四个福晋 七个嫔妃 十七个格格 还有一个皇后 加在一块呀 一共是二十九个女人 这些女人在生前地位不同 因此死后 她们的坟头大小 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她们呢 永远的长眠于此 在正前方那个等级最高的 她就是孝慧张皇后 Medicare budget 天 ninetyathy 还在生前 感动 啟 你的 词 懒 你们 force contributes 局